歡迎好朋友來到 古海大丈夫 為你邀請到永城國際投股 陳建成分析師 陳森老師好 陳建好 大家好 富貴 穩中求 財富大自由 好 老師我們看到了 今天台語股市又再創了歷史新高 台積電在創歷史新高 基本上都是 有外資的大錢進來 才會把他們推上去對不對 然後我今天新聞也看到了 外資賄入也是不少的金額了 今天老師您在盤中直播 其實有針對於這個部分 有做了非常完整詳盡的一個分析 但是另外還有一則新聞 在今天盤中直播講得很精彩 而且在盤中 很多朋友都上線來看了 這也是從新聞當中 老師去解讀出來 老師我們待會 可不可以跟大家 再分享一下這個新聞 來 這個 你看這禮拜的科技股 漲一天 跌一天 漲一天 跌一天 漲一天 最近很多人都在想說 股票很難做對不對 其實不會啊 你最近買航運股不要賣的人 你應該是賺到錢對不對 你最近買航運股 你不要做來做去的人 一下去追 一下去殺 這一個月來 你買著就抱住 確實 你不會不賺錢 確實 可是問題是 你看今天的陽明 2609 你要短線追來追去的人 你當然賺不到錢 今天的 各類股族群你看 電子股跟航運股 對不對 航運的比重 之前一度就掉很低 後來這兩天就上來了 13 有沒有 可是電子 很多人電子都沒賺到錢 有沒有 除了像我們這種 富貴穩中求 我們追求出場勝率 都是百分百的 我們可以讓你穩穩的 怎麼樣 一檔一檔獲利入袋以外 你如果說一下去追的一支 一下要做這個 一下又要做散熱 一下又要做AI 一下又要來做我的AIPC 東追一個 西追一個 那你真的很難賺到錢 今天只有賺到 電子股會賺到錢的 就是台積電概念股 台積電的航空母艦 艦隊群裡面 然後就航運 對 跟航運 可是如果說航運現在會好 航運不是莫名其妙會好 如果說因為說 是鴻海缺跪的問題 因為鴻海 然後因為尾巴戰爭 所以船要繞有沒有 然後因為要繞 所以那個跪拉回來 時間就比較久對不對 那是發生在歐洲線 有沒有 可能現在連美國線都在漲 為什麼歐洲線 鴻海 那為什麼連美國線都在漲 他們是漲什麼 因為怎麼樣 因為缺跪 所以缺跪連要往美國的 要往美國的也沒跪 那你都記得說 其實兩年前疫情大爆發 最主要就是因為缺跪造成 為什麼會缺跪 因為疫情前 那個跪都跑到美國去了 沒有回來 沒有回來 又發生疫情 發生疫情之後各國都鎖國 對不對 你不准給我過來 我也不准過去 可是問題怎麼樣 大家要吃喝玩樂 沒有玩樂 大家需要有一些物資 要物資 在家上課 在家上班 也要用電腦 筆電 在家玩電動也要筆電 所以那一兩年 我們的筆電就大爆發 有沒有 其實從那時候2021 2021、2022 其實是2020開始 又到了一波了 又一波應該要差不多 已經2020了對不對 兩三年了 2020、2021 我告訴你 在那時候買筆電的人 買筆電的人 差不多了 要準備一波換季 因為如果你很清楚 在3C產業的 科技他們都知道說筆電的循環 2到3年 我昨天是不是跟各位講 我去電腦展的時候 這個翼龍 我特別跑去翼龍的攤位 觸控IC 翼龍他們最大的營收來源 就是在筆電上面的觸控 除了前面的觸控板 還有觸控螢幕 現在背面的觸控IC 也是翼龍 他們是試占全球 第一大 超強 所以筆電的市場 很大 問什麼 問翼龍就知道了 OK 因為他是在飛行陣營當中 非常重要的 他們說 基本上筆電 PC的循環 快是二 兩年 對不對 兩到三年 對 兩到三年 再慢四年 好不好 好 那你現在開始算 好 2020年疫情 對不對 因為在家上班 2021 大家就買了一堆筆電 好了 21 22 23 24的 差不多都該換了 24的 該換了 對 來 再來 你說換 如果說現在沒有什麼新的應用 我的筆電也都還能用 那就不要換 可是現在多了什麼 AI AIPC AINB 對 老師昨天去華碩去宏基 看到都是最新的AINB 哇 那整個把台積電再拱到900塊 對不對 那你手上有台積電 那當然如果你不是空手的 你可以續爆沒關係 對不對 可是 當股價一直往上的時候 就要開始去算什麼 算說 再漲上去的報酬率 空間還有多少 對 還有多少 然後你現在去低接其他股票的空間 相較 對不對 相較還會有多少 對 好 那回過頭我剛剛講航運說 因為原來是歐洲的問題 玫瑰 結果現在美國 美國也在拉貨 對 美國為什麼拉貨 來 我今天直播我講 但是我這邊 我再跟各位多講一點 好 稍微露一下 但是我直播講得更細 為什麼 因為直播時間夠長 沒錯 有三四十分鐘可以讓我把 一個觀念 很完整 一個看法 一個觀察 怎麼順藤摸瓜的 我現在就在叫 我現在講的就是順藤摸瓜 這不需要內線 來 順藤摸瓜 你自然可以找出產業大趨勢 對 如果你對一個產業的趨勢夠了解 你不會怎麼樣 昨天 比如大盤殺一下 或者做再兩萬點 兩千點 兩萬一千點 你就隨便去殺股票 甚至怎麼樣 完全做事情不看產業 只看指數就更加去亂空 亂空你會怎麼樣 口袋空空 真的 所以你還沒加賴的 趕快加進來 自己手線拿起來 因為直播講得會比較詳細 沒錯 然後你想要看剛剛那個 消音紅利的話 我現在來講這一張 一樣加力 我現在來講這一張 我等一下再回頭來講 融資 為什麼要講這一個 這很有趣 台股今天又要 創歷史新高對不對 我告訴你 兩萬二一定會站上去的 所以你們那些覺得指數高的人 你覺得指數高不能做股票的 你的觀念是不對的 我早就告訴你了 因為今天指數高 是因為台積電高 對不對 但是台積電高沒錯 但是台積電高可能還會有更高 只是因為台積電高 造成指數高 但是你看今天很多股票又拉回了 沒錯 特別中小型個股 對不對 OTC你去看 拉回不是又是 低階黃金的好機會 你們都不喜歡利對不對 你們都不喜歡跌 我超喜歡跌的 我就搞不懂為什麼 你們多數人的 關聯的公口不一樣 像今天跌 你們看到台積電漲 我就看到 今天的錢又跑去航運了 今天的錢又跑去台積電了 我心裡超開心的 老師眼睛又亮了 為什麼 因為過去 大家在追航運 追台積電的時候 不是就把很多股票 都賣出來嗎 那就是因為很多人 因為不懂產業趨勢 因為不看產業趨勢 就把好的股票又賣出來了 那我們不就是又是可以怎麼樣 在多數人去賣股票的時候 我又開始彎腰撿鑽石了嗎 又有很甜的價格 不就是這樣子嗎 不然4月19號那個 盤中千點壓下來 殺下來 不是可以給你撿便宜嗎 你們都知道 像一個月過去的人 很多人都講 早知道 早知道聽晨晨老師的 對不對 千金當買早知道 那我同樣告訴你 這種事情常常發生 對不對 像最近就很多公司 不是公布營收 沒有那麼漂亮對不對 對 就被人家砍 殺殺來 老師就要買那個 不要看營收不好去砍股票 我已經講好幾次了 對 我有沒有跟你講過 買在營收最爛的時候 我說這些公司的大老闆 甚至他們裡面的高層 也是怎樣 都是聰明人 對不對 他就知道你看營收不好 會把股票砍出來 那他就利用營收不好的時候 在你股票砍出來的時候 他去接你不要的 沒錯 然後這個月不好 下個月好起來 股價不就上去了嗎 對 所以現在有天天價 我現在是講的心法 是 你有沒有把學 我現在講的就是心法 學起來 看你是要我給你魚吃 還是你要怎麼樣 讓我教你怎麼釣魚 加來 好 所以買在營收最爛 天天價的時候 然後丟出來的這些好股票 如果每個人看營收不好 然後就不要去買這支股票 對不對 然後看營收很好 就要去追這支股票 你當然賺不到 那這不就是一樣 人人會做的事嗎 你知道營收好 我也知道營收好 對不對 那你知道營收好 我也知道營收好 所以我就是去買營收好的 那是誰不會 誰不會 大家都會啊 那你真的覺得 大家都會了 你會賺得到大錢嗎 對不對 現在指數都很高對不對 對 各位你們都知道融資 做久的都知道融資 是代表散戶 對不對 好 那這兩天有這個新聞出來 大家想說 哇 融資重新高 很熱耶 太熱了 過熱 很熱沒錯 對 然後呢 很熱 很熱但是有說它是過熱嗎 沒有啊 很熱不是很好嗎 是投資很矛盾對不對 你們又說要買熱門股 對不對 然後現在資金行情很熱 那很熱你又擔心過熱 那你到底要不要做股票 要怎麼做 你要在股市賺錢 你就是要入場 那在於說你是要進場 你要進怎麼樣 你要進得很安穩 對 富貴穩強求 你要穩 所以2萬2千點不是不能進場 是2萬2千點裡面 有在高的 有在高的 有在低的 你要買哪一種 你是要買在高的 還是買在低的 當然是買在低的 有沒有 對 好 來 不然我力端怎麼賺的 好 來 好 融資餘額 融資餘額很高 沒錯 可是不要只看標 不要只看到標 就跟著人家怎麼樣 就在那邊瞎起哄 要好好去讀內容 老師教你讀 融資餘額創高 是資金人都進來對不對 可是不代表怎麼樣 不代表錢都進來 融資餘額高 大家錢都拿來做股票 都去做融資 對 做融資斷頭比較快 對不對 好了 但是你要看是斷誰的頭啊 融資進來是買什麼股票 去做融資 你看融資 人家工商很認真 這個記者要給他拍拍手一下 他去找出來 到底融資去買什麼 這個王姓記者 好 很認真 我非常推崇這一篇 你看 融資餘額創新高 你要看內容 是 台股的融資餘額 水位前五大是什麼 台灣50反一 反 是跑去做空的 融資餘額代表是散戶 散戶都跑去空台灣50反 你是看指數太高 你就看不過去就要去空嗎 原大美債20正二 再來是原大護身300正二 再來是誰 群創 再來是國泰20美債正二 只有誰跟台股有關 50反 50反 反就是做空的 反向的 有沒有 然後還有一個是群創 你有群創嗎 你沒群創那有什麼擔心的 對不對 群創的融資多殺多 那也不該你的事 好 那死剩誰 50反 所以去做空的人 50反對不對 融資 00632 R 就是大家看到指數高了 就想說那我去空一下好了 我站在對象空 這就是原大50反 各位再破底對不對 今天是破底 往右下角 大盤指數是往右上 融資在買什麼 融資都在買他 空 我跟你講如果這一波人家台積電 後面跟你講說 我一路庫藏股 我要給他買到2000 那你完蛋了 真的 你就看到說 這個去做空 這個去做空 指數的人 融資會不會被斷頭 好可怕 融資會斷頭 是的 同樣你是借券去放空的人 比如說台積電先到900了 兩年前你去空在400以下的人 如果好在我們政府有得正 我們有什麼得正 融券要強制回補 他如果不給你強制回補 你硬是凹單凹單的人 你當初去空360的人 370空400的人 對不對 400 到現在快900 4936 760你就已經怎麼樣 震亡了 這種行情人家是在賺錢 你去做空怎麼樣 拜拜 畢業 不要不相信 兩年前我帶各位買300塊的M31 M31 那時候是在7月 疫情的時候 6 7月 那一年是不是跌到10月 對 這一個 指數126 那個12600 對 對不對 沒錯 我帶你買300 跌到260 270 你可能會覺得我不準了對不對 就後來找到 你要跟我穩中球 對 我是給你看一個 長線趨勢大波段的 對 你只要跟我看一個兩個禮拜 甚至一兩天 你要做短線的人 你不要來跟我 因為那叫 顯中球 好嗎 但是你抱得住一年的 M31從那時候300 260 270 到多少 2000 對啊 2000 可是那時候 中華民國有一個叫 蕭信分析師 300以下降價一路空 你知道嗎 後來400 500一路 加空 最空 加空 加空加空就是不認錯啊 最後咧 畢業了 他的會員留言 在我這邊 怎樣 讓人家畢業了 好難過 看對節目 很重要 你看錯了 產業怎麼走 你不看產業去亂空股票 對不對 所以你看到 現在融資高什麼原因 融資高是因為這一個50返是定義大 融資水位最高 大家都在放空50返 就在賭什麼樣 賭指數太高了 你賭指數太高 你不就是在賭台積電 股價太高嗎 人家現在台積電的底氣正好 你幹嘛非要跟他過不去 揮達的超級晶片 再加上怎麼樣 各位 那個是什麼 那個是伺服器端 那如果未來 連消費電子 筆電 AIPC 現在誰 微軟 微軟 還有什麼 臉書他們各家亞馬遜 都要出自己的晶片 現在 然後在PC這一塊 英特爾 超微 高通 也在推AIP處理器的晶片 這些晶片給誰做 台積電 你不要台積電賺完了 AI伺服器之後 再回過頭來再賺AIPC 然後資金之後又從怎麼樣 這波航運炒完了 又回來 其他的電子股 那你怎麼辦 搞到外太空了 所以 融資水位高 是五十法 大家都知道要做的事情 你去跟著空 你不會賺到錢 對 你看今天這些人 不對怎麼樣 都被嘎了嗎 是 對不對 很痛 你不要以為 五十反只剩三塊 你以為你不會賠錢 這是5月28號 在低點對不對 今天是不是在這邊 對 今天幾乎要破這邊 3.6了 你現在回頭來看 這一段時間你去買五十反的人 今天股價是在這邊 換句話說 這一邊你去做五十反的人 你全部都是虧錢的 對 可是各位你有沒有發現 在這邊做五十反 量有沒有很大 沒有 可是今天台股指數 因為台股店 整個在創高之後 整個這邊怎麼樣 是不是往下殺的人多 對 同樣也有人在這邊剪對不對 那誰在殺 會在那邊賣五十反的 一定是在今天以前去買的 不然你沒股票你怎麼會買 你怎麼會去賣 去殺 今天去殺的人 就代表在之前的人 都是在幹嘛 都是在做停損 我沒講錯吧 沒錯 因為今天的位置跟這邊 全部都破 是一樣 都破 所以今天去賣的人 你是今天以前 只要你是做五十反的人 都還是虧 所以你看今天多少人在停損 這個量 這個量 跟以前比起來 是 近期的大量 不會做股票 不要亂做 好 老師講得很明白了 好 那所以老師接下來 我要先結論進廣告 如果這麼多人還在做反 有沒有 有一句話叫怎麼樣 空投不死 多投不止 還沒結束 我跟你講兩萬二 一下就上去了 今天還沒上 我跟你講明後天 今天差幾十點而已 趕快明天就上了 明天沒上下禮拜就上了 你去做空的人 你自己小心點 好 那我們下半場 待會兒有一點點時間 老師待會兒再繼續 對 我們等一下先進廣告 這個還沒講完 還沒跟你講 筆電的出貨時間表 跟我們現在的AIPC的供應鏈裡面的營收 接下來要怎麼看 今天在盤中直播講很仔細 利用廣告時間 如果你還沒有加賴 你覺得我剛剛跟你講 分析這個融資 餘額很有道理的人 不要錯過我的節目 是 加賴 好 來 趕緊加賴 來 快速帶 消費電子 傳統的旺季在第四季 是 第四季就是 感恩節 十一 十二 聖誕節 可是那是感恩聖誕節 可是就筆電 PC來講 通常開學 九月 開學就會有一波 採購槽 採購 採購槽 但是我這邊給你時間表弄出來 因為今年不一樣 是今年又趕上了AIPC 所以這叫什麼 藤原效應 本來就有一個 原本既有的旺季 再加上又多了AIPC 這樣的規格出來 來 我把時辰跟你講 如果在九月 或要到美國的賣場 有沒有 那基本上八月 你應該要到貨 就要到美國的港 因為到港再步上去要時間 你不能說我最近開學了 你才要給我看對不對 就要提早上架 所以八月就要到 那八月就要到美國的港 什麼時候要裝船 要送出去 你要再提前一個月 有沒有 所以七月就要怎麼樣 已經組裝好 而且要出貨 對不對 可是東西組裝要花時間 也要 組裝之前零組件要不要先到 要 所以基本上零組件 五月 六月就要拉貨 現在六月是不是公佈五月 如果五月營收沒出來 六月就會出來 有沒有 懂 那AIPC到底有沒有有料 有料 昨天在這邊我已經跟你講 一龍店的經理跟我講說 在這個地方去年是 講題材而已 今年是確實已經怎麼樣 實質出貨 今年的第四季會實質出貨 明年會怎麼樣 大爆發 所以換句話說 消費電子 筆電的整個供應鏈裡面 今年的下半年到明年 都會非常好 懂 如果現在是它營收最爛的時候 那你應該要懂得怎麼樣 最甜的時候 在營收最爛 股價最甜的時候 你才能買到怎麼樣 絕情谷底的價格 不要說漲上來的時候 你才要相信 你跟我的報索率一張 又是差20% 30%的距離 沒錯 這個是今天工商的消息 IT筆電面板報價走洋 有沒有 有 所以是不是來印證 是 如果現在 之前的筆電報價是沒有走洋 如果現在的筆電報價在走洋 那就印證 我在講的這條 時間走 好嗎 是 所以你要提早佈局 不要等營收出來的時候 你才來追 才跟著股價漲上來才來追 OK 懂 好 那最後這一檔個股 我5月6號就開始給你追蹤了 我說當時你買國巨不如買他 他跟國巨有20萬的價差 國巨現在一直在670 680 為什麼 因為要除息了 除息前再加上這個月集團坐上 陳泰銘應該會給他顧到6月底 OK 但是如果國巨在這邊 往上就是3 5萬的空間 那你不如這一支 當他追上國巨他有20萬的空間 然後呢 現在呢 他的價差 對不對 20萬 你要不要 他的最大客戶就是台積電 是 我說他是最便宜的台積電概念股 當初我跟妳講 他的現行在這邊 今天他的股價已經在這邊了 本來在這邊像妳到這邊了 看到了嗎 這一張我們一張已經賺2萬了 但是後面也還有10萬可以賺 你要做這一支的 你這個月趕快來找我們 趕快加賴 好 來自己自己的加賴 然後你要搜尋紅利股 趕快來加賴 跟服務人員說了 現在就加入谷海大丈夫Light生活圈 小老鼠HIH888 或掃下方QR Code 並且訂閱谷海大丈夫YouTube影音頻道 訂閱按讚打開小鈴鐺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各別有加證券 無不當真財物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並自付投資風險